我們看到現在政府 居然就阿拔到這種地步 但自己出了事該怎麼辦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候飛機掉了下來了 到了目前還在那海裡面 但今天早上聽到了一個訊息 機攻長他自強了 但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軍方你最厲害的 就是在於撲枝抹粉 從以前紅衝救案之前 甚至到了28年前 我當兵的時候 都已經在幹這樣的事情 到了現在還是死心不改 對 空軍花蓮基地 26作戰隊的隊長 蔣正智上校 已經事發到現在6天了 17號發生了對不對 他現在飛機的盒子 聽說找到了 可是我們人 定位 定位到了 但是人還沒有找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有不幸的消息傳來 也就是基地的機工長 他竟然親身了 我們在想 這個就是一個 一連串事件的爆發 在問題還沒有查清楚之前 國防部竟然說 機工長的親身 與蔣正智上校飛機的意外 沒有關聯 請不要多加揣測 請問一下有沒有關聯 是不是要等到調查清楚 你根本就沒有一些 真正的調查程序去走完 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所以就像立剛剛講的 我就是粉飾太平 先打預防針 再針打下去 你們就不要再亂講話了 所以也有人說 我跟你講 這可能是軍方就準備 要把這個責任 推給這個機工長 當然這樣講起來是惡毒的 我覺得網友 還是不要這樣揣測 不過你如果說 會讓人家有懷疑的話 是不是我們等到調查到 一個階段 我們再來去講這件事情 不適合任何人來說話 包括你的直屬單位 國防部上機 你也不應該說 完全沒有關聯 你看剛剛之前的時候 那時候飛機剛掉下去的時候 還說是飛行員 可能空間迷向 人都沒找到 飛機都沒找到 就已經開始先定調 其實飛機 是有太多太多原因的 我覺得國防部 你應該要改掉你這個陋襲 每一次都要打預防針 好 國軍戰機天上飛 戰車路上跑 好 誰的臉書 大家仔細看 總統的臉書 最安心的引擎聲 你聽見了嗎 好 這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發布的 大家知道嗎 10月28號 10月28號一發布的隔一天 大家知道嗎 在這個蔣正志上校 不幸失事的前一次的事情 就是F-51戰鬥機 在台東意外 對不對 比如說他已經 就剛剛才飛出基地 沒有幾分鐘 他雖然跳傘 但是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挽回性命 這個就是隔天才發生的 好了 那蔡英文總統 馬上就去參加了 這個飛官 朱冠蒙上尉的告別式 蔡英文特別說 你的歌曲 空軍弟兄會繼續傳唱下去 因為朱冠蒙上尉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歌手 在軍隊之中 既會彈吉他又會唱歌 結果你知道 立剛 總統才參加過不到四小時 我剛剛講的蔣正志上校的 F-16戰鬥機就出事了 所以立剛你看 像這一篇 我們整理出來的報導 都是我們剛剛說過的 心頭殼 你看打臉 大家就曉得說 你在看到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你就會不會有一種感觸 就是說你抗中保台 你現在到底是不是 付出了官兵的體力跟心力 以至於會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你認為這些戰機 轟隆隆的聲音 是你最安心的聲音嗎 你有這麼覺得嗎 但是立剛你知道嗎 2025年非核家園 要趕快達成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的風電計畫 第三階段 綠電 聽命說要做綠電 一定要趕快做綠能電源 要趕快能夠做好的話 沒有幾年了 怎麼辦 所以第三階段改了 改了什麼叫 叫區塊開發 怎麼樣 只要你是合法申請的 你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申請 是變這樣子 隨便都可以申請 隨便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申請 我現在就講給大家聽 大家看東北角 大家看彭佳嶼 棉花嶼 花瓶嶼 這三個地方是什麼 是台灣漁民永久 也是傳統的漁場 那邊的漁場很重要 那邊的漁場的資源很豐富 因為是整個南向黑潮的 往北流那個地方是漁群的 聚集之處 沒錯 你在很多漁港吃到的新鮮貨 都從這邊來的 這邊我可以告訴你 要做什麼 德國的德商德能公司 畫了這個區塊 就在這裡面 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它會範圍將達到1000平方公里 要做風力發電 這麼大的面積要做風電 你做了風力發電 那地方是海洋的深度也滿深的 傳統漁場怎麼辦 不是直接影響嗎 所以還有一個人有良知 叫基隆市長林佑昌 他就反對 他說這個不可以 在我們基隆外海這邊 這樣做是不對的 林佑昌你也要注意 我告訴你 你公開反對中央政令 這實在 對你的政治前途很有影響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後面包含了 巨大的政商利益在裡面 例如剛剛還有一個 西南海域 西南海域氣潮船 天然氣的那個船 都從巴士海峽這邊上來 對不對 今天如果說我們的氣 就是說天然氣潮船 遭遇到了封鎖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的用電 馬上就會發生問題 因為大潭電廠 只要這個船 兩個禮拜不進港的話 我們天然氣發電就停擺了 不是 只有南部一半跳電 是整個台灣都會跳電 是 因為我們那個 是屬於避免發電的 抗中寶臺 抗中寶臺 犧牲了飛行員的性命 現在也犧牲了老百姓的利益 還有這個地方 如果說以後就是 就是說萬一發生戰事的話 我們根本保不住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呢 我的孩子說 媽媽F5早晚會出問題 沒關係 今天這個責任他扛了 我的孩子真情 可是絕對給我的是什麼 國家給我的是什麼 沒關係 我當我孩子要去園遊 我來幫他檢查行李 他忘了回家 沒關係 絕對不會不要擋著家屬 是不是不給家屬講話 我當媽媽屬於避免 為什麼我們天啊 我擋著家屬於避免 他的責任他扛 然後跟我媽媽說 那時候他說 媽媽F5早晚出問題 一定要等到他出了人命 軍方才會重視 你要不要過來對媒體說話 因為軍方黨怎麼好像不讓你說話 沒有 我們沒有不讓他說話 那可不可以 所以我一定要替我兒子 把這些話講出來 他說 一定要等到出人問題 才有人重視 沒關係 我的孩子只要認他 他扛 沒關係 他在我前面 你大樓前面 你不擠我擠 我擠起來 找他們來 先動一下 來 先動一下 請不要這樣擋話 軍方你們在擋什麼 是怕 怕 怕 你要爆料嗎 怕這樣子講話嗎 軍方沒有什麼怕 軍方沒有什麼怕 我只是要說出我孩子的心聲 他明知道F5已經那麼破舊 那麼老舊 已經是一步可以丟在旁邊廢棄場的 他竟然還要每天去承受這個壓力 他的壓力誰替他直接解 他有孩子 他有老婆 爸爸媽媽沒關係 我們老了 爸海在那邊等著我 跳下去就好 我們飛機都有按規定在做維修跟保養 那事實的原因我們會繼續調查 把這個請媽媽放下 我們會做好做 不要今天的事情今天講了 明天就忘記了 媽媽您放心 我 我們空軍一定是保護飛行員為第一 後續我們會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可是今天你們就是沒有把飛行員的實用病當成第一 你們覺得後面還有別的飛行員 你們家的車子救了你會換嗎 你們家的車子救了你會換嗎 飛行 做好嗎 明天 不是真的 明天已經沒得換了 你 你們不會換嗎 你會冒著生命的威權去開嗎 我坐車從那邊到現在 我也沒有掉眼淚 我覺得我不要掉眼淚 我就把我孩子當做我孩子去原油 我來幫他檢查行李 看有沒有戴琪 說再多都已經沒有用了 只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遺憾 該面對的就是要面對 可憐的是他的孩子跟他的老婆 我們兩個已經牢牢槌 無所謂 老婆您放心 真的我們飛行員捍衛林公司飛行員的職勢 我們一定會找出這個事情的真相 關事的話你不用講 是 我也是修飛機出來 是 這種話就不用講 你們只有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好了 需要講這些歌的話 是 是 沒關係我孩子把行李整理好 他遠遊去了 沒關係 就這樣子啦 不用在意那個人 好 謝謝各位美景 好不好 謝謝各位美景 我們會很堅強的 有些空間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